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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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回到 立即瘋阿飛格鬥說書 上一集我們講到 趙昌未來 終於站上了 Outside的頂點 從起之府手上 奪取了65到70公斤的王座 現在兩集還沒看的 別忘了回去複習一下 進度才接得上來嘛 我們連載不復間 故事繼續跟著阿飛走下去 短短三年時間 趙昌未來以超級新人的姿態 一舉推翻起之府的統治王朝 拿下65到70公斤的腰帶之後 趙昌的野心沒有在這裡就停下腳步 成為了新王者 趙昌未來馬上想要擴張自己的勢力版圖 向下一個量級60到65公斤的王者 通口五大宣戰 這場不只是招昌二階級之八的挑戰賽 也是一場復仇戰 怎麼說呢? 上一集我們有提到 趙昌未來參戰Outsider之後戰功標柄 連同上一場王座戰 加起來是10戰9勝6KO 不過其中唯一一場的敗仗 就是通口五大送給他的 當時在第一回合就以腳踝鎖 直接鎖到趙昌未來拍地投降 不過現在自己已經不是昔日的無下阿蒙 趙昌當然要趁機洗刷屈辱的敗戰 五個月之後英元的二返戰正式登場 畢竟之前KO掉一堆人 忌諱昌昌的拳腿破壞力 通口五大就算之前贏過 開局也不敢冒然進攻 但招昌可不是喜歡等待的保守風格 持續運用腳步進逼 一個換檔突進壓迫之後 人不防來一技轉身後凳腿 精準插進通口的肝臟位置 瞬間把戰局拉進了下一個階段 主動把戰局拖到地面 上次交手被通口鎖到投降 招昌看起來想在地板上復仇 雖然戰具上位 但糾纏了一陣子並沒有太多進展 便主動回到戰力位置 要跟通口繼續進行力技較量 力技還是占有優勢的招昌 抓準機會拉了一發 High Kick直接踢倒王者 緊接著一陣痛擊之後 招昌逮到機會切入裸腳位置 這次交鎖的角度又深又緊 王者雖然拼了命想要掙脫 最後還是只能拍地投降 招昌不僅漂亮的復仇 短短半年不到更直接稱霸兩個量級 成為Outsider的雙冠王者 過去的街頭小混混 現在成了軍靈Outsider的二階級制霸王者 而他強勁的實力 這個時候也被國外注意到了 韓國的MMA職業賽事 Road FC打算邀請招昌參戰 卻也衍生了意想不到的波蘭 在成為二階級王者之後 招昌未來分別進行了兩場防衛戰 第一場遇到Ryo來挑戰65到70公斤的王座 比賽當中在打擊方面 還是招昌佔有優勢 也讓Ryo想要改以請計來突破 沒想到比賽進入到第二回合時 竟然出現爭議 Ryo抓到一個斷頭台的把位 切入角度對於招昌來說不太妙 但身為王者當然沒那麼容易投降 就在拚命抵抗的同時 場邊這時候竟然丟進了一條毛巾 裁判此時終止了比賽 判定挑戰者獲得勝利 欸!我又沒有投降 滿臉問號的招昌未來 往場邊看過去 丟進毛巾投降的到底是誰 而這個人並不是招昌陣營的人 那會是誰呢? 竟然是賽事主辦人前田日銘 這個操作真的讓所有人傻眼 冠軍頭銜等於是被官方送給對手 招昌陣營當然大為不滿 賽後嚴正抗議 最後官方宣布賽事結果改判 改為無效比賽 將安排兩人後續再戰 只是這樣的動作 已經為雙方未來的決裂 種下了原因 就在雙方關係緊繃的這個當下 韓國的World FC來接觸招昌 希望能夠邀請他參戰 而跟Outside有了心結的招昌 也開始跟韓國的賽事方進行交涉 此時Outside安排了招昌 要在12月份進行另一場王座防衛戰 但在招昌陣營正式回決出賽之後 Outside官方是直接翻臉了 招昌未來拒絕出戰防衛戰 又得知World FC來挖牆角 跟韓國方私下眉來眼去 Outside官方當然非常不爽 直接發出公告控訴 招昌未來違反合約 因此直接拔掉他的兩個王者頭銜 還嗆明未來如果其他賽事要找他參戰 全都要透過Outside官方才算數 演變自此 招昌未來可以說是跟Outside正式決裂 跟老東家撕破臉 卻加速了韓國這邊的關係進展 跟World FC交涉沒過多久 正式敲定了初賽日期 招昌拿過二階級王座 韓國這邊當然也有先做過功課 知道他的拳腿破壞力了得 派出立即出身的吳鬥席 擔任招昌的對手 吳鬥席曾經拿過韓國的泰拳 拳擊冠軍是立即的高手 但是招昌過去在Outside打的 大部分不是正規的格鬥選手 充其量就是有練過一點格鬥的小混混啦 所以首度海外遠征 也是招昌未來生涯第一次 遇到正統立即出身的職業選手 在街頭磨練出來的打法 在職業戰場能夠應付得了嗎 幹架打法看起來完全型得通欸 幾波拳腿交鋒 明顯是招昌佔了上風 但眼見戰況不妙的吳鬥席 就算不拚拳腿想嘗試晉身角力 或是地面請計也通通討不到便宜 這個時候就要輪到招昌出招了 一發高角度踢擊 直擊下巴再追到地面連續的雜拳 就算裁判又奪愛國 為了保護自己家的選手 也得衝過去終止比賽 不到一個回合比賽結束 招昌未來 海外遠征首戰就奪下勝利 不過韓國是一個自尊心極強的國家 當然不會就此善罷甘休 相隔7個月之後再度腰戰 這次派出前除量級冠軍李基宇 就知道是非贏不可 招昌佔你真的要好處理 你先撞一撞 然後下降 Oh my god Wow 這是Giru的機會 嗯哼 Can Mikuru survive this? He's trying to yeah He's trying to grab anything 嗯哼 Mikuru Oh my god Mikuru survived it He's still taking a lot He's under the chin He just doesn't have the hooks He doesn't have a good back position OK It's 雖然比賽中偶有重擊 但在綜合的表現上面 李基宇不愧是前冠軍 還是略勝一籌 打完五分鐘三回合 招昌未來 判定吞敗 因為之前在Outside打的是業餘賽事 所以這一場 就是他的職業生涯 首敗 隔年三月 招昌未來 再回到了Outside擂台上頭 但這次不是要出戰 而是要 道別 大家好 我是招昌未來 今天本來要跟Ryo打二番戰的 但不幸的 我弄傷了膝蓋 要向所有期待的人 表達歉意 這次我要從Outside畢業了 我想就是因為Outside 我才能夠一頭栽進格鬥技的世界 我真的非常感激 五年的時間過得很快 今天也有很多選手要迎接自己的第一場比賽 我希望將來自己能在格鬥界更加活躍 這樣就能夠成為大家追尋的目標 前田先生 感謝您一路以來的照顧 以上就是招昌未來的畢業感言 對比之前小混混出身的他 真的成長的太多了 雖然後來有一些不愉快 但招昌選擇最後好聚好散 告別Outside 向新的目標邁進 原本預計這一集要講到進軍Rising的部分 結果發現是我沒算好篇幅 內容大爆量 就算我醜一一次啦 抱歉 招昌未來告別Outside之後 下一集真的要講到Rising的部分了 這連載我們會持續的走下去 要是聽了喜歡 還請大家幫忙多多分享 如果不想要錯過 就一定要訂閱頻道 打開小鈴鐺 更精彩的立即封阿飛格賭說書 咱們下次見